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然维系频道 我是吴星宇 本期长期间讲座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个 有关定势以后的一些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个我们熟知的一个定势 这个黑旗间低加 白旗小尖 黑旗飞 白旗脱退 这个都是很普通的 然后白旗飞 飞旗跳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 或者是非常在实战中出现概率非常高的一个变化 这样这个纸也有可能在大飞的位置 也有可能甚至于说是在这里 普通是在这里 这个是多一点 就进程而言 这个纸的变化是根据这个次序 当然说你加的时候 白旗也有先脱退 黑旗虎的时候 白旗在尖 黑旗在考虑飞这个 或者飞这个飞这个等等 这个下法 那么这个是一个普通常行 一个普通常行 那么这个以后 接下来白旗该如何下 是我们需要这个研究的 虽然它是一个牵扯到一个定势的问题 但是就这个骑行而言 我们为什么今天拿出来讲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在这个讲解之前 甚至于翻阅了一些 包括一些这个日本的定式大权等等 一些书定式书上 对这个骑行的讲解 可能还是我发现会有出现的一些问题 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看看这里面的一些正确的下法 黑旗跳以后 白旗这个地方还是需要继续行旗 继续行旗 如果你不走的话 如果你不走的话 白旗就脱歇的话 那么被黑旗这个地方贴起来 这个地方被黑旗贴起来以后 是非常大的一步旗 这位黑旗在这边不但得到了加强 而且同时这一贴以后 白旗整个这块旗 就会变得比较苦 所以白旗在这个地方继续走 还是非常大的一手 那么应该怎么走 我们来看看 从上面飞 虽然是一步比较大气的旗 比较大气 比较注重全局 但是黑旗就跟着飞 这位白旗来讲 这个实地损失还是比较大 因为上面和下面交换 黑旗的实地锁得比较多 白旗走了以后 整块旗能发 或者说你是后视也好 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也是个问题 所以白旗飞的时候 黑旗飞是好奇 如果人拆了拆了 这里还有靠 这个味道很坏 拆一有可能要继续被白旗压迫 那么飞了以后 白旗在局部并没有好的手段 看上去 这个地方有靠的毛病 但是白旗的次序 它不好掌握 它不好掌握 如果你先靠 那么黑旗肯定冲 你这个时候单段 那么黑旗接上 这个作战白旗不利 因为你贴的话 这个黑旗要给你帮助 这个白旗作战不利 那么你先靠完的时候再冲 这时候黑旗当然他就不会挡这个 挡这个要被吃了 黑旗他就接上 那你这两个的损失呢 就实在太大了 你不能挡了 挡被他度过了 那你立下来吃掉 那么黑旗再冲出来 总的来说呢 白旗虽然废掉了黑旗这个字 吃掉这个字得了木 但是反过来看看呢 自己这两个字呢 也被黑旗给飞掉 所以白旗的损失还是大于这个黑旗 这个白旗呢不好 那么如果我先冲 这黑旗当然要挡住 那么我再加的时候呢 那黑旗他就不冲这个 黑旗呢就有可能从这里冲出来 这个所以说这个白旗次序啊 很难下 你怎么沾上 那么白旗再一打吃 你这两个不能被提了 黑旗在打吃 这不能被提了 那么这个结果呢 白旗呢更加不行 自己呢完全变成一个鱼形 中间被黑旗是一刀两断 这个白旗肯定是明显吃亏了 那么呢 黑旗飞下来以后呢 这个局部呢白旗呢还是不能够这个满意的 所以这部飞呢不太好 那么接下来 跳 黑旗呢虽然是很凶 是很凶 但是呢 黑旗呢自然呢他也有这个应对的方法 嗯 根据这边情况啊 如果黑旗简单一点的呢 他就爬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这边不管有个什么样的纸啊 这个黑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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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啊 他就跳过来 啊 虽然白旗呢 压迫了这个黑旗相当 黑旗呢 也就是安全全度过 获得了一定的目数 而且这个外围啊 能有多大的作用 这个不得而知 啊 甚至来说黑旗把它冲掉啊 看 为了让大家看得轻一点 这个黑旗自身是没有毛病的啊 这个黑旗就安全度过 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啊 没什么大的关系 所以说呢 这个跳啊 这个黑旗 解明点 可以爬过 当然黑旗如果积极一点的话啊 黑旗可以考虑 就是直接冲 然后呢 再断 这个是比较激烈的下法 这白旗呢 也不是那么好应付 不是那么好应付 嗯 如果 你这个党 这个是最强的下法了 这个最强的下法 在断的时候呢 黑旗呢 可以完全的斑 往下的斑 这个旗就是说 变化是非常复杂 非常的复杂 那么白旗啊 只有打吃 他只有打吃 那么黑旗粘上 白旗呢 当你 你必须把它吃掉 你必须把它吃掉 那么黑旗呢 再从这里 靠出来 这个变化呢 是非常的复杂 这位白棋来说 危险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危险的概率比较大 因为道理其实是很简单 因为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什么呢 当黑棋它周围有接应 有子力接应的时候 它就会采取这种激烈的下方 如果它没有子力接应 那么它就爬过去 就刚才选择用我们的这个爬过一样 这黑棋可以选择这个简单的爬过 总之来说 这个选择权是在黑棋的手里 是在黑棋的手里 就是黑棋如果我这个能成立 我就把你冲断 如果我不成立 那么我就爬过去 这个选择权等于是在黑棋的手上 所以白棋跳的危险性还是很大 那么在钉石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有冲 最稳妥的下方 白棋就是拐住 这个就是拐住 当然了 这个下方也有 在书上也有 丁石书也可以这么下 但是不管如何 观看这个手法 甚至来说这个棋形 看起来我们都可以认为 白棋虽然比较稳健 但是呢明显的是比较滑 是比较滑 同时呢 作为这个棋形来说 以后黑棋还是有些余味 不管怎么样 最简单的 黑棋这个虎 几乎可以说是个绝对的线手 可以说是个绝对的线手 因为什么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这个棋形被人家一藏 整块白棋 顿时变成一块沉重的骨脊 而且这个纸的位置还特别怪 如果张在这里还好一点 还是走在这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被藏一下 这个白棋受不了 这个白棋受不了 那个白棋等于是虎的时候呢 白棋还是能打 花了很多个字 缩在这个里面呢 吃掉这个 这个呢 是白棋不能够满意的 那么白棋这个最积极的下法 那么就是直接冲断 直接冲断 如果 如果你黑棋 不敢打 沾上 那么我白棋再吃掉 再吃掉 这个图跟刚才呢 区别是很大的 跟刚才这个 首先白棋虎 白棋没有虎 只能沾上 这个区别比较大 第二个呢 就是逼迫你这个黑棋 把这里交换掉 以后你当肠啊 甚至于拆衣啊 等等这个味道 都给你呢 去掉 逼迫你立刻交换掉 这个呢 是黑棋呢 不太肯定的 本身 这个子和这个子的 就差多了 这个显得比较重 这个弹性呢 比较足 当然如果你现在虎的话 白棋它就 直接打上去了 直接打上去了 那你再沾上 那这个黑棋就更加吃亏 这个黑棋就更加吃亏 注意大家刚才这个打 没打着的 这个区别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 嗯 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呢 当然想 你敢断 那么呢 我当然是想吃掉 想吃掉这一个 那么这个吃掉以后 啊 势必就会形成这个很复杂的变化 很复杂的变化 嗯 白棋也不能退让 白棋也不能退让 打吃了 如果你退让打吃的话 那么黑棋就提掉 那么这个子是白损掉了 白白的损掉了 这个不行 那么白棋呢 势必呢 也只有打吃反击 打吃反击 黑棋踢掉 黑棋踢掉 那么呢 白棋第一杆是吃 打吃 真实 嗯 在很多的这个定时书里面啊 这个我们就提到 我们刚才所说的话题啊 这个 呃 定时大权里面等等啊 就关于这个定时的复杂变化啊 不管怎么样 他们前提呢 都说了一个 白棋需要 真实有利啊 因为真实不利 一真就跑掉了 一真就跑掉了 那么即使真实有利以后啊 说这个变化 依然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啊 复杂就是什么呢 嗯 他们甚至于来说呢 就是会牵扯到 这个子的位置 黑棋这个子的位置 就是说 黑棋如果这个子在这里 好像黑棋呢 可以成立啊 如果黑棋这个子啊 在这里就不一定成立啊 等等 我们来看看 那么被针掉以后 嗯 黑棋肯定要冲出来 冲出来 强行要退 要退 黑棋冲啊 那么这个子 如果在这里的话 这个区别就有了 再次搬住 黑棋呢 可以简单的断 嗯 这个时候呢 白棋如果吃 如果吃 那么他这个黑棋跑就成立了 这个就成立了 嗯 由于有了这个打的线手 啊 由于这个打的线手 啊 那么你拐头呢 他在打 他这个可以先打掉 嗯 这个先不跑啊 先打掉也可以 跑 再拐出来 那么呢 这样呢 嗯 白棋呢 不行 啊 白棋不行 这个 由于这个断性的时候 白棋是白棋要崩溃 所以呢 白棋只能 在断的时候啊 啊 白棋呢 只能是补在外面 补在这个外面 啊 只能粘上 那么黑棋 由于这个子的位置整好 可以打车 白棋粘上 再一挤 啊 粘上 黑棋爬 虽然外面被你打一下啊 但是黑棋呢 已经完全的 把这个白棋脚步啊 就是说给 净杀掉了 白棋脚步呢 给净杀掉了 嗯 虽然白棋得了一些外事 但是相比之下呢 还是这个 嗯 黑棋的目数 太大 他们认为呢 就是如果 当时黑棋在 只在这里的时候 白棋这个断 啊 即使增值有利 还是不行 但如果在这里呢 那么如果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棋啊 变化就更复杂了 就更复杂了 如果你还是直接断这个啊 一起补 白棋补 那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刚才那样啊 一下子吃进这个白棋了 这种子 因为你现在在爬这个地方 有个酸打 这个很麻烦 这个结果很麻烦 我们再看一下 爬 白棋就要吃 提 嗯 这个 沾上 这个沾上 那么呢 白棋在从里面开始收气 由于提了这个子以后 这个黑棋啊 已经无法 就收紧白棋 收紧白棋 这个里面 呃 形成这个 呃 白棋有利的这个对杀 白棋有利的对杀 但是呢 在这个前提是白棋在外面呢 已经所得了不少 所得了不少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呢 不太好 不太好 但即使黑棋不太好呢 也有人在给黑棋想想办法 我先断这个 我先断这个 先断这个 这下这个次序 先断这个 这个黑棋次序还很妙 那你得打吃 是不是 那么呢 我呢 再打吃这个 这个次序都很妙 你现在还是不能利啊 那么我再提 那么我再打吃这个 提掉 打吃 啊 这个白棋没法打结的 没有结材 把这些都走完了以后呢 把你吃进去 啊 把你这个都吃进去 然后呢 我再依靠啊 这一打吃 啊 这个 形成呢 啊 一个比较复杂的结症 一个比较复杂的结症 因为你沾上的话 它以后有长这个长气的手段 啊 你打吃呢 它就提 啊 这个就是说 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结症 啊 然后呢 白棋也有结 啊 这个提来提去就很复杂了 这个这个东西就 黑棋呢 也可以靠本身打结 但是不管呢 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 白棋毕竟 啊 不是黑 白棋毕竟在外面 已经锁得了不少 然后再在这个内部呢 跟黑棋进行这个 呃 对杀 作为白的一番来讲呢 它的负担呢 相对呢 就要轻得多 就要轻得多 嗯 所以啊 查阅了这些定试书 等等啊 就是说 呃 当时啊 给这个呃 大家的一个结论啊 一个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一个结论就是 当 白棋 争执有力 啊 白棋争执有力 当白棋争执有力 啊 这里争执有力的时候 同时黑棋这个指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啊 白棋充半 是 成立的 啊 是成立的 那么如果黑棋 在这里的时候 白棋充断啊 政治不立 是不成立的 那当时是一些这个结论 这个定书上 但是呢 呃 实际上经过这个时代的进步 啊 或者是研究 啊 现在发现呢 呃 这个定书上 这个不太正确 不太正确 呃 而且一直很奇怪 啊 很奇怪一点 就是呃 当时的高手 可能是 为什么忽略了其中一步啊 很简单的造访 很简单的造访 那么是什么呢 毛病出在哪呢 就 不管怎么样 现在认为白棋断都是成立 跟真子也没关系 跟这个也没关系 那就是你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 打 提 放着眼 眼见的真子 我不争就完了 退 这是一步很简 其实呢 看起来也是一步很简单的棋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呃 在这个特别是日本这个定义打拳里面 这个 没有这个 提到这步棋 啊 没有涉及到这步棋 这个非常的这个 这个令人感到 啊 这也是 呃 今天我把这个棋型呢 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啊 这个主要原因 啊 其实这个棋 黑棋根本就不能打吃 打吃完白棋 就单退一个 这个棋 黑棋就很难办了 啊 黑棋就很难办 你当你在冲的时候 我就没 根本就不会去退这个了 啊 退这个反而出现一大堆断 我就直接给挡住了 啊 这个棋 黑棋就很难办了 你这里 拿我呢 可以说是根本呢 就没有什么办法 啊 那我跟 你 如果断打啊 你先断打 我就硬 外面拿白棋 没有任何办法 你这个周边子力 甚至还多一点 再给你 都当不上忙 你跑 这个跟针子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吃 你拐打 我就硬 我就都跟着硬 你这个 你走什么东西 我都跟着硬 反正就是 你在外面可以说呢 是没有任何手段 没有任何手段 而在里面 啊 你可以习要做活 还行 还能并着活 虽然能并着活 但是呢 白棋根据需要 在外面补一手也行 根据需要呢 我一 可以呢 主度啊 让你在里面 苦活 第二个呢 如果觉得这两个子 现在比较重要 齐筋 我随时还可以 恰吃 恰吃你两个子 舍弃这两个子 也就是说 把这两个子 齐筋给提通 虽然你能吃掉 我这两个 但我把这个 齐筋给提通 你的外面 这些子呢 都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什么好的招法 可以 也就是说呢 嗯 白棋 这个一尝以后 黑棋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难担 非常难担 那么 黑棋啊 如果跳这个 嗯 白棋就吃 嗯 黑棋 跑 白棋就粘上 这个依然没有用 你拐的时候 它就一段 这个还是 黑棋啊 明显吃亏 黑棋明显吃亏 那么黑棋 这时候啊 在这个局部外面啊 最好的下法 就是单肩 这时候最好的下法 就是单肩 嗯 那么白棋呢 嗯 如果去熟吃 这个不好 这个是吃 不好 你吃的时候呢 黑棋不会粘肉 它会滚打 这个白棋 大家一看也就知道 这个自身形状 有点差 有点差 这个形状呢 白棋有点差 不好 那么 当黑棋尖的时候呢 白棋去挤打这个 一看也是个熟手 啊 等你在搬的时候 黑棋很明显 它就不必要去断打这个 这一下 它就可以当长 这个外面呢 压力呢 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 黑棋呢 在做活 嗯 这个时候 这两个子啊 就不一定是齐筋的 啊 毕竟我这个子 活着 把你这个断开了 就好一些 就不会 黑棋不会就呢 这两个子的交换 这么损的交换 那么呢 白棋最好的下方呢 就老老实实沾上 就老老实实沾上 黑棋现在不能活 你要是活的话呢 那么白棋 我就靠起来 这个外面白棋 坐上不怕 对吧 你这个里面 活得太小 也没有木 那么黑棋呢 可能要尖一个 白棋再打 这个时候呢 黑棋只能沾上 啊 不能沾 沾上以后呢 再做活 结果来看呢 嗯 虽然啊 嗯 黑棋 可以说呢 把这个损失啊 往回到最小限度啊 因为白棋现在 没法挤了 这两个不是棋筋的啊 同时呢 黑棋也在里面 活了一块 白棋 还把这个白棋棋型呢 稍微呢 破坏了一些 破坏了一些 但是总的来说呢 黑棋所得啊 还是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因为你里面 可以说完全没有所得 活得自己非常小 而且白棋这个 这个地方力啊 还有先手 还有先手 嗯 这个以后一打 你这个地方还在往里面缩啊 往里面缩 缩着作业 这个呢 活得是 它是非常的小 不能让人这个满意 而作为白棋来讲呢 外面这整块棋都连通了啊 都连通了啊 都连通了啊 外面呢 这个也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死活啊 这底下都有眼味啊 而且呢 黑棋啊 关键是呢 还落了一个后手 还落了一个后手 可以说呢 这个变化呢 黑棋啊 就是说呢 是不成立的啊 不成立的 嗯 应该说是这个定式啊 对于这个定式的误区啊 是非常的这个奇怪啊 因为 甚至于包括 在我学棋的时候啊 但是都是 啊 可能是 由于这个 根据这个传统观念啊 但因为这个高手 日本 都是学日本起来 日本的高手都这么说的 定式大拳上也是这么写的啊 这么 白棋冲断不行啊 因为你争了以后 黑棋冲出来怎么样啊 大家 很容易 往往忽略了 就是说 最简单的一步啊 哎 就一退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棋 不管怎么变啊 这个黑棋 结果呢 都是呢 要吃亏的 那么呢 我们这里呢 可以呢 同时呢 大家 把以前的定式啊 种种里面复杂的变化 都可以忘掉了啊 都可以忘掉了 牢 牢记简单的一步退 这个呢 就可以确定啊 确定这个棋呢 嗯 黑棋这个打吃 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 也就是说 反过来说呢 白棋对于这个棋型冲断 是可以的啊 这是可以考虑 那么白棋断了以后 呃 作为黑棋来讲 那怎么办呢 呃 这个局部 可以说呢 黑棋呢 暂时呢 把它放了啊 嗯 放着不走了 可以暂时拖鞋 可以暂时拖鞋 那么 以后如果 假设是什么 这个地方啊 有指拔盲的情况下 那当然呢 就可以拔出来了 这是第一啊 第二呢 呃 根据以后的情况 可以做一些选择啊 可以做一些选择啊 可以做一些选择 就是说 比如说第一 我这边实在都是空了啊 我就 我就沾上啊 我一围 假设这些地方有指的啊 我可以选择 一走 就是一手 就是空 或者也可以糊 啊 就折柴有力的时候可以糊 那你不能打这个 啊 你打这个我就给你打结 我就给你打结 这个呢 呃 也是可以考虑 啊 也是可以考虑 或者说 啊 以后 就是说呢 我根据需要啊 为外面的话呢 我也可以考虑 就是说 贴这个 贴这个 你打车 我 我以外为 为重要啊 你拐我就车 损点木啊 啊 以为模样为主 这些呢 都是可以考虑 都是可以考虑的 而 作为这个 这个 白旗来讲呢 作为黑旗来讲呢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 你不走啊 留有种种味道是可以 但是呢 呃 作为白旗来讲 他也可以找到一个 合适的时机啊 好一点的时机 就断打 补一手 啊 这个补一手 这个木树啊 也是这个 非常的大啊 非常大 等于这个打拔了以后啊 嗯 这个 白旗的木树非常大 而且是非常的这个厚啊 外面这黑旗 这两个子 也没什么活力 都贴在这个 白旗的这个上面 所以说呢 这个旗呢 双方呢 都啊 要留 要掌握好这个时机啊 黑旗什么时机 来动啊 你也不能老贩子 老贩子就被白旗吃掉了啊 白旗呢 也要注意啊 黑旗如果外面有什么指板盲的话 里面有可能呢 呃 会产生这个打刺 就是说是成立的 总之一点啊 那么大家记住这个旗行呢 黑旗这个打刺啊 是不行的 所有的定式书啊 大家都上面写的呢 大家可以忘掉了啊 就是白旗打刺掉以后退一个 白旗打刺以后 打刺掉以后啊 朴实的退一个 就宣告呢 黑旗的这个手段 失败啊 宣告这个黑旗的手段失败 那么呢 嗯 嗯 其实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简单的呢 讲解到这里啊 结论就是 白旗这个冲动 是成立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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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